大家好,史考特先生 今天我们来看文法句子 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要教小朋友呢 12岁以下的小朋友 可以先不要教文法哦 因为他们学习的方法 是会融入式的学习 所以教文法 不一定会让他们学得更快 但是如果家长 如果您知道这些文法的话 您可以回答他们一些问题 或是知道他们有没有讲错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文法的句子 句子好重要哦 因为除了单字之外呢 句子就是把除了单字都加在一起 那句子其实是很简单 只有这四种句子 单句、合句、副句、复合句 就这四种而已 然后就好像把它加上去的那种感觉一样 所以我们第一个来看 第一种就叫做单句 单句其实很简单 就是主词、动词、授词 如果您不知道这些的话 我有在另外一个video 教大家主词、动词、授词 所以一个单句就是说主词、动词、授词 像说这样这样子 he plays ball 主词、动词、授词、授词 那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如果我们说 he plays是不是一个句子呢 也是哦 它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因为he plays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he plays ball 他玩球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呢 我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0.5句 因为他不是完整的 但是人家知道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说he plays 大家都知道他在玩 那一个人在玩 可是在玩什么东西呢 he plays ball 他玩球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这叫做单句 简单的句子哦 主词、动词、授词 那和句呢 就是把两个单句放在一起 像这样子 he plays ball 这是一个单句哦 and she eats food 你看 他玩球 和他吃食物 这是两个单句 你把它合在一起呢 就变成和句 那第三种叫做负句 这句的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叫做0.5句 我把它取的名字叫0.5句 一个完整的句子 有主词、动词、授词 叫做完整的句子嘛 副句呢 其实就是1.5句 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和一个完整的句子 你把它加起来变成副句 好像有点复杂的感觉 就像这样子 you know you know不完整嘛 对不对 you know什么东西 you know 但是如果你说 you know that he plays ball 你知道他玩球 所以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和一个完整的句子 有主词、动词、授词 不完整的句子 只有主词、动词 那你把它夹起来 就变成一个负句 那负合句 很简单啊 就是一个负句 再加上一个合句 就像这样子 you know that he plays ball 负句对不对 and she eats food 合句 负合句 就把它加在一起 记得三句子好简单 只有四种而已 单句 合句 负句 负合句 如果您刚才 我讲的那一些 如果您没有听到的话 可以再回去 只有这四种而已 好简单就把它加上去 单句 合句 两个单句加在一起 负句 一个完整的 一个不完整的句子 负合句 一个负句 再一个合句 文法句子 好简单哦 但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单字 句子就是把所有的单字都加在一起 然后 如果您知道怎么用句子的话 您也可以开始 越能够听得到说 外国人在讲什么话 好高兴今天跟你分享 石考特先生 好高兴今天跟你分享 再见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